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曾经欠下过30万美元的外债 后来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当中就把这些钱全部还清了 我是怎么做到的 这其中土地现金流系统给我带来的帮助是相当大的 在这条影片当中我就来具体的讲一讲究竟什么是土地现金流系统 以便它能够帮助到你做到相同的事情 甚至帮助你达成财务自由 进入有名优点靠 领取你的2022财富蓝图 来自黄永明的美国房地产投资一线知识和经验的分享 条理讲解后疫情时代美国房地产投资 应避免哪些误区更有黄永明的电子书 成功之书免费赠送 我是北美绝经黄永明 我在美国的萨斯州 下一个问号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 我是一名全职的房地产投资者 在这个频道我上传数以百计的视频 帮助你从一开始就把美国房地产投资做对 以便让房地产照顾好你很久很久 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我的视频 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 帮助到更多的人 在这条影片当中 我们会来就土地现金流系统谈四个方面 第一什么是土地现金流系统 第二它有哪些特点 第三它是怎么运行的 第四它适合哪些人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环节 因为这真的是有可能帮助你实现财务自由的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土地现金流系统 简而言之 它是一个完整的房地产投资的方法 它是一套系统性的方法 用这套方法来投资美国的土地 它能够帮助你快速的增加收入 达成财务自由 就像我们视频开头所讲的 我曾经有过30万美元的外债 后来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当中还清 这当中功不可没的就是土地现金流系统 我相信讲到这里 可能你仍然会困惑的一点 就是一般我们讲到现金流 大家想到的都是投资房产 房产每个月给你带来租金的收入 这是很好的现金流 土地的现金流怎么产生 正是因为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 不掌握这一点 所以它的竞争是小的 它有很大的空间 这是它相当有魅力的一点 我们的学员甚至在业余的时间当中做到 一年通过土地现金流系统获得10到15万美元 甚至更高的收入 这还是业余时间当中做到 如果投入更多的时间 如果全职来做一年30万50万美元 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情 甚至它有可能以非常简单的方式 帮助你达成财务自由 假设说你每个月的开支是6000美元 如果你做一笔土地投资 每个月给你带来800美元的现金流的话 你实际上只需要8笔投资 就可以开始享受你的财务自由了 因为你每个月收到的被动收入 是超出了你的开支了 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去工作 不需要打工 不需要靠挣钱来养活自己了 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是财务自由了 那可能你心里面会有一个疑问 是不是我要花很多的钱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很快就要来讲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 土地现金流系统它有哪些特点 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启动成本低 它不像是去买出租房 确实你可能需要几万几十万 乃至几百万美元才可以去买房 但是土地投资的方法非常的聪明 你最少只需要几千美元 就可以开始操作这项投资 而且不管你人是居住在美国的哪一个地方 甚至你人不在美国 你在加拿大 在中国 在澳大利亚 在欧洲 只要你能够访问美国的互联网 都是可以远程来操作这个土地现金流系统的 它不局限于时空 你完全可以在业余时间来操作 并不需要你全职投入上来 当然当你业余时间操作 尝到了甜头 发现这件事情真的很好 能给你带来很多收入的时候 你完全也可以考虑是不是全职来操作 因为全职来做的话 你的收入可能会好很多 那接下来呢 你也不需要有房地产投资的经验 你完全可以零经验启动的 有些人对这个事情是有误解的 认为是不是那些有房地产经验的人 甚至是房地产经纪人 才适合做这个土地现金流系统呢 实际上如果你有房地产经纪人的经验 一开始可能还成为一个绊脚石 因为你原本的某些理念 某些思维方式 我们首先要把它给转变过来 你才能够把这个土地现金流系统给做好 如果你是白纸一张 这件事情恰恰是更容易的 那接下来呢 这个投资方式 你是可以自己百分之百控制的 什么叫百分之百控制 就是你自己想赚多少钱 你想要投入多少时间 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不是老板说了算 也不是别的投资者说了算 我不知道你 就我自己来讲 如果我的面前摆了不同的投资机会 有些投资机会呢 是我完全被动的来投资的 有些呢 是我可以自己百分之百控制的 我一定会倾向于选择百分之百自己控制的 因为这个时候你才知道 这当中每一个环节是不是正常在运行的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计划来规划你的操作 规划你的生意 你的投资的节奏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呢 我们来看一看土地现金流系统 它是怎么运行的 可以一言以蔽之 那就是wholesale一般的土地 seller finance最好的土地 这句话呢 如果你不理解当中的两个关键概念的话 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要着急 接下来我很快就来解释 这句话当中的两个关键概念 究竟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wholesale批发 它指的是你去找到美国的房屋 或者是土地的业主 跟他们签一个购买协议 你是作为买家来购买他的房屋 或者是土地的 接下来你再找一个买家 把这个协议转让给他 或者是把这个房屋 或者土地的产权转让给他 这当中有具体的不同的操作 在这个当中呢 你只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你并不是说真的要把这个房子 或者土地买下来长期持有的 你是赚了一个差价 因为一开始你跟这个房子 或者是土地的业主签的价格是低的 后来卖给下一个买家的时候 你是加了一个价的 这个时候就像一个三明治 一个套利的过程 你自己是不需要投入资金 就可以赚到钱的 那接下来什么叫seller finance最好的呢 就是有一些地 它是更好的 那你是愿意自己长期持有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自己做银行 当买家来买你的地的时候 并不是一笔付清 而是每个月给你付月供 那么你可能有更好的收入 而且这是一种被动收入 这是一种现金流 因为你一个月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啊 他都会把这些钱打到你的银行账户上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你可能最少离财务自由只差八笔土地投资 如果你能够每个月都有几笔这样的收入进账 是不是你就不需要干活了 你就不需要工作了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操作当中 风险是可控的 因为那些一般的或者是不好的土地 你快速的就把它转手 卖给下家了 你在当中的一次性的赚一笔钱就好了 而那些好的土地呢 你愿意自己拿在手上的土地呢 你可以长期持有 Seller Finance给买家 那买家他可能还你钱 还五年八年十年 这几年当中 你都有非常好的现金流的 如果哪一天他不还了 你可以把他的地给收回来 再卖一道 那再收一个首付 然后再每个月收月供 可能最终你的收益是更高的 所以你看优势全部都在你这一边 这就是土地现金流系统 独特的魅力 那最后第四点 我们来说一说 他适合哪些人 显然任何一种投资方式 没有说是适合所有人的 适合任何人的 我们来看一看 土地现金流系统是适合哪些人的 首先呢 他适合那些想要提高自己收入的人 你对自己现在的收入是不满意的 你的经济压力是大的 你想要快速的提高自己的收入 你愿意投入这个时间精力来学习 来执行你学习到的东西 那么土地现金流系统绝对是适合你的 或者呢 你想要追求经济独立 你在家庭当中 可能有你的另外一半 他给你提供经济支持 你是不舒服的 对不对 你想要获得你的经济独立 那么这也是你去创造自己的收入的 非常好的一个来源 就像前面我讲到的 我们的学员一年在业余时间 就可以做到10到15万美元的收入 如果这样的收入能够改变你的生活 能够让你获得经济独立的话 那么为什么不去尝试 为什么不去做呢 他也是和那些业余时间充沛的人 即便你现在有一个本职工作 但是呢 可能朝九晚五 下午五点下班以后 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那你完全是可以利用业余的时间 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收入的 像现在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年代 其实是很动荡的 战争 疫情 你随时可能会失去你的收入来源的 那你希望怎么办呢 你希望给自己买更多的保险 这里我说的是打引号的保险 就是你希望有更多的收入来源 而不是依赖于单一的收入来源 你有这个业余时间 那么你把它投入在土地限制流系统的学习和操作上 它会给你带来很好的保障 给你带来很高的回报的 比你把这个时间花在打游戏看电视上绝对是要值很多很多的 或者呢 你想要换一个行业 你觉得自己现在的行业收入不行 没有前景 可能是一个西洋产业 毕竟现在这个经济环境当中 产业的变化 非常的快 可能这几年还不错 再过几年就不行了 那如何能够给自己创造额外的收入 或者是呢 你干脆想要换一个行业 你是可以来做这个土地限制流系统的 一开始你不需要全职的来做 你一开始是可以业余的来做 如果你做的好的话 你说我想要全职做 那也是完全可以的 最后呢 它也适合想要实现财务自由的人 土地限制流系统给你带来的是真正的现金流 什么叫真正的现金流 就是这些钱到了你的口袋里 就到了你的口袋里 你不会再掏出去的 和出租房的租金收入不同 出租房的租金收入呢 是属于你一个月收了2000美元的租金 到你的口袋里 但是如果遇到房子的维修维护 还有其他的什么成本支出 你是不是要把这些钱又要给掏出去呢 所以这2000美元不是你的 但是呢 如果是土地限金流系统创造的限金流 到你的口袋里就真的是你的钱了 希望以上呢 这些介绍对于你选择土地限金流系统 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向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想要完整具体的来学习 这个系统的操作方法的话 我有完整的课程 美国土地投资限金流系统 我把这个课程的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 你可以非常方便的获取 我告诉你这个方法 这一套教学 我真的是把我自己多年经验当中积累的所有的东西 合盘拖出给到你 以便呢 你也能够做到相同的事情 能够以最少的投入 最少的弯路 最低的成本 成功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投资系统 让它呢 能够给你带来一年十几二十万 甚至更多的收入 而且呢 让你能够早日的实现财务自由 如果你想要做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接下来就在我的课程当中见 jeweil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